麥明斯和林德迅出席一个瑜伽活动 Louisa早前飞去沖繩度假 在社交平台铺了大量疑似男友视角的美照 立刻被封传她和飞闻男友圣经为同友日本 这日Louisa首度大方认爱 承认两人已拍拖三年 并且自爆私下会叫男友BB大恩爱 Louisa更甜思思说很享受和男友一起的家企 因为那里既放松但又可以做到运动 所以都可以合二为一 但是在前水上 例如做瑜伽或前水 自己都喜欢有个盘子去做 那当然有个盘子好些 因为有时做运动 虽然你都应该做 但那一刻有时会觉得辛苦 不如躺在这里躺多一阵 睡多一阵去睡吧 有时就要一个人去 起床了去做吧 去做健身也好去拉筋 大家互相在不同的 你累的时候我又可以逼你 我累的时候你可以逼我 那我觉得成效会好些 虽然Louisa近年逐渐探出娱乐圈 但是她说很珍惜每次在幕前拍摄的机会 好像之前她首次挑战拍MV 跟冯允谦甜蜜对戏 好玩吗 好玩 因为追风很害臭 后来导演也说我帮到她 没那么害臭 因为我很主动 因为我们之前都认识了很多年 她又很努力很有才华 我觉得其他人如果特别英俊 会想邀请一些女主角 美女在这里 那我就 其实未来会有音乐计划吗 对有 立即有 对啊 明天确来 最近我有一个新合作 我和郑嘉嘉有一些新歌 我们前晚都 我们这个组合可以这样说 我们在一个地方有一个演出 这种的曲风是比较跳舞 有beat groove 那些东西可以带出去 让一些人跳舞开心玩 即将来的曲风都会想走这种路 是 而且这种音乐需要一些MV 有很多很漂亮的人 还有很正的场面 身为瑜伽教练的Alex说 小时候受到家人的议员木检 大学时期更加因为失戀 体会到做瑜伽可以令自己心情好转 之后就和瑜伽结下不解之缘 我从2007年考牌 所以我教了十几年 尤其是今天 如果你有留意到 我现场所有的学生 是很漂亮的 所以我就教得特别 很开心的 最漂亮的位置 对啊 你是不是第一次和德顺学瑜伽 是啊 我第一次和一些 那么大师级的老导师学瑜伽 因为我平时工作都忙 譬如我今早刚开完会 那我就立刻变身 然后就去做瑜伽 那顺便就是个人 真的可以借机去休息一下 还有差点都睡着 因为Alex的声音很催眠 太动听了 对啊 很温柔地在耳朵上 所以我迟些 我刚才也问 你哪里可以跟你学一下 好 大家好 好